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电影列读官宣阵容,报概念海报杨子演击毒女警,王千元演王命毒贩。 今日,电影列读曝光一张概念海报,正式官宣阵容。 本片由邱李涛,古玉芬监制,高子斌导演,杨子,王千元,尚宇贤,刘敏涛领贤主演, 讲述了击毒女警察伪装身份,卧底贩毒集团的故事, 这也是国内外罕见的以女性为主视角的击毒犯罪片。 此前,邱李涛导演的《拆谈专家》系列及《扫毒2》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猎毒, 也开启了毒系列的新篇章。 概念海报上的海浪,细看又似毒粉,海面上的击毒巡逻艇, 更令人猜想,片中将出现哪些惊心动魄的大场面。 据了解,杨子在拍摄前一个月就开始为角色做准备, 提前一个多星期就进组做相关体能训练, 并且去到了戒毒中心学习禁毒知识, 采访击毒警察,力求塑造真实的击毒警察形象。 目前电影已经在青岛拍摄了一段时间, 在今日的开机仪式上,杨子坦言, 这段时间我有和一线的缉毒警察交流学习。 因为这个职业的危险性, 他们的公与名在幕后,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个角色诠释好, 来致敬他们。 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银勇还也为电影致辞, 并致敬用汗水鲜血和生命保护国家、 社会和人民的缉毒警察。 据悉,电影《猎毒》将于2022年上映, 卧底杨子PK毒贩王千元。 电影《猎毒》讲述了因战友牺牲, 女缉毒警察洛家杨子是首次执行卧底任务, 伪装成女毒贩,潜入贩毒集团。 为迅速获取毒贩刘星杰王千元氏的信任, 洛家多次铤而走险, 而这场较量里, 还有更大的危险, 杨子饰演的警察, 不仅要改头换面进行变装, 还要熟悉毒贩的种种交易黑化, 在卧底过程中, 还被王千元饰演的毒贩多次涉局试探, 甚至是致命的考验。 电影里杨子将面临哪些危险, 最终能否获取王千元的信任, 都让人好奇不已。 聚焦女缉毒警察故事, 邱李涛高子斌开启毒系列新篇章。 此前, 邱李涛导演的《拆谈专家》系列 《扫毒2》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并多次拿下港片票房冠军。 燃爽的风格, 感人的情怀, 给影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烈独的导演高子斌, 擅长拍摄写实的动作电影, 此前与邱李涛在《扫毒2》中有过合作, 此次两人再度携手, 依然是熟悉的缉毒题材, 但与以往硬汉警匪片不同的是, 这次把故事的主视角 聚焦在女性警察身上, 展现禁毒一线的女性力量, 展现不畏生死, 用热血守护人民安宁的缉毒英雄。 电影猎毒由邱李涛, 谷玉芬监制, 高子斌导演, 杨子, 王千元, 尚宇贤, 刘敏涛领贤主演, 丁海峰, 李九霄主演。 本片由阿里巴巴影业天津有限公司, 青岛空股优水影业有限公司, 北京嘉文映画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山东省电影局,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 天津万有引力文化经济有限公司, 重庆立日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蓝天黑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将于2022年全国上映。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